双十一第一波促销暂歇,第二波以紧跟而来 战线被拉长,商家套路似乎也更多变 中消协也于近日发布提示 让消费者提防商家促销套路 坚定理性消费心态,不被各种假优惠陷阱误导 做精明的消费者 中消协通过对近几年 在双十一、六一八等大促期间开展消费维权工作 所了解的情况进行梳理 提醒消费者注意直播带货槽点多 优惠活动水分多 商品质量问题多 促销广告骚扰多等六大问题 直播带货已成为网购主要方式之一 10月1日至3日 全网销售额达1921亿元 其中全网直播带货销售额达243亿元 中消协表示 有直播带货商家未能充分履行 正照资讯公事义务 产品品质或不对版 兜售三无产品 假冒伪劣商品等情况出现 去年 全网相关双十一电商平台投诉的信息 达44.8万条 是2018年同期的三倍左右 其中35%的消费者认为 双十一的规则复杂 套路太多 在双十一购物节期间 小吉发现 时尚潮流服务店推出了超级幸运男装福袋 在福袋的销售页面在明 福袋统一价格949元 福袋货品均高于2399元 小吉随之心动下单 但在收到货物后 小吉发现福袋内的大一在没有使用购物券和优惠券之间 售价为799元 法院经审理认定 法律禁止价格欺诈行为 小吉有权要求店部退货退款 并支付惩罚性赔偿